我今天所讲的是,继续讲最后一课,就是这个帮助人重生后,每日更新,每一天更新,这个生命的更新,我们需要明白圣经里面说什么,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曾经说就是我们怎样得救了, 就是口里相信,口里认耶稣为主,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救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是说不但是信你相信,也是口里承认,就是有行动的,有表现的, 不但是有表现,而且是里面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会信靠耶稣到底的,不但是一段时间,而是忍耐信靠神到底的,才得救, 这个是得救的方法,很简单,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求耶稣赏免我们的罪,信靠祂做救助,我们就得救,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礼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白白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 但同时我们需要明白,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但是信耶稣,但没有行为的改变,就是死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有六点,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信耶稣之后,必然有的果子,六样,今天我会详细的解释这六样, 首先两样是与救恩有关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手会悔改,信靠耶稣做救助,然后我们继续的悔改,继续的信靠耶稣做救助, 请你管理的人将这个声音关掉,有人开了声音,声音出来,请你关掉,请你帮助, 你们每一个自己关掉你们的mic,好的,谢谢你,你们有没有人管理了,有人还在发声音,好的, 我们就明白,首先我们得救的果子,是继续悔改,离开罪,如果人没有离开罪,没有悔改的心的话, 但是信耶稣,但没有改变,没有离开罪的话,就有危险,他是不得救的, 然后与神的关系,继续的亲近神,继续的爱神,这个是得救必然的果子, 这是会亲近神,爱神,然后最后是行为,遵从神,侍奉神,很多人有这个错误的理解, 就是说我信耶稣就可以了,我信靠耶稣就可以了,我就得救必定去天堂, 但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息没有行为是死的,也告诉我们, 有不同的经文告诉我们,这六样都是得救必然的果子, 必然的果子,就是必然有这六样的果子,这个人才是重生得救的, 那有些人说,那有些人是在最后临死的时候,才信耶稣, 他有没有机会服事什么呢,就是当人在最后的时候, 他们考虑成愿,也是一种服事,从心里真的相信我是罪人, 我需要耶稣救我,然后全新的信靠耶稣,当这个时候, 也说神真美好,或者是他们表达神真美好,已经是果子, 这个是最基本的,必定有一些改变, 必定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有产生果子, 他才是得救的,如果他没有这个改变, 他就不需要得救,有人开了这个麦,请你们断掉, 谁是管理的,请你们管理,请你们管理, 我一边讲到不能管理的, 是吧,是吧? 这边是可以关掉吧, 你是否可以关掉他,他的声音那里, 我去关掉, 对不起,现在我的太太告诉我, 我们就看第一点 这是关于我们必然有的果子 就是说我们会离开罪 我们会悔改离开罪 在圣经里面有警告 在了太书五章十九节 情谊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与奸淫、误会、邪当、败偶像、邪术 仇恨、正经、嫉恨、恼怒、结党、纷争 异端、嫉妒、罪酒、谎言等类 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政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就是说有人继续犯罪 却没有悔改 这些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犯过 都曾经有一些 露气、有一些误会、纷争、嫉妒 我们都曾经犯过不同的罪 最重要是我们真心的悔改 我们知道罪的可怕性 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 神啊赦免我们 我真的求你帮助我离开这些罪 悔改很重要是不但去悔改 去离开这些罪 神啊帮助我 帮助我不再犯罪 有这个动力 有些人说我想不犯罪 但后来又犯罪怎么办呢 我们就继续的悔改 继续的去处理罪 很重要是这样 为什么有些人 继续犯罪 还是可以得救呢 就是他们 他们虽然犯罪 但他们信靠耶稣的赦罪 而且他们就会处理罪 说神啊 求你帮助我离开这些罪 但如果人犯了罪之后 没有感觉 继续的犯罪的话 他可以去 失去救恩的 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 告诉我们的 罗马书8章6节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就是体贴肉体 我们就是跟从肉体 让更肉体掌管我们的生命 这样我们的罪性情 掌管我们的生命就是死 所以我们知道 继续在罪里面 就继续去 进入死亡里面 你看这个图里面 有看到什么呢 第一层 第一层是罪 为什么呢 第一层是不相信神 凡不是处于性的 就是罪 所以第一层就说 神你不帮助我 我很不开心 我很烦恼 这个是罪 我们需要悔改神 求神赦免我们 愤怒 凡向弟兄发怒的 难免受审判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清康人 爱情 恶毒的言语 骄傲 讲闲话 懒惰 不结果子 情欲 这些都是罪 这个 在罪里面 继续犯罪 就是死 体贴肉体的乃是 就是死 然后加拉太书 六章八节说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生命就会败坏 所以我们知道 罪的破坏性 我就说 神啊 帮助我 帮助我处理罪啊 不要被罪影响 也知道 我们不能逃脱 神的眼目 所以得救的人 我们都必定有 这个圣灵的声音的 保卫世 圣灵来到 叫我们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 责备自己 我们都会有这个声音的 责备自己 神啊 我犯了罪了 我犯了罪了 我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 我们重生得救的人 就会有一种 去罪的心 我们就会悔改 我们有圣灵 居住 居住在里面 就会说 神啊 我犯了罪 求你赦免我 我愿意离开罪 这个就是 重生得救的人的表现 如果这个人 没有这个表现 继续犯罪啊 骂人啊 犯怒啊 有疑念啊 有不好的意念啊 有 轻看人啊 不饶恕啊 也没有 悔改的心 他可以是 不得救的 所以我希望 我们都明白 这个是 得救必然的果子 因为圣经有 不同的经文 都警告 说 这是情欲的事 叫人 不能承受 神的果 所以我们必须悔改 但是不是我们完美 才能够得救了 不是 但我们真的 悔改 神的圣灵我 也去改 神就 怨纳我们 但如果这个人 没有这个改的心 就是继续犯罪 也不觉得有问题的话 他有这个危险 他是 没有重生的 你可能会发觉 有些基督徒 他们犯罪 没有感觉 他们对神 没有心 听到的时候 就睡觉 在家庭中 骂人 犯罪 都不觉得有问题 这个是 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他 可能有这个 情况 就是他没有 继续的悔改 离开罪 他体贴肉体 也去死 也必从情欲 受败坏 那我们 可以怎样 处理罪了 神给我 这个 得胜五不取 我希望 我们都记得 我们看一看 这些红色的字 留意 任何罪的意念 知道罪有 第二是 破坏性 必有破坏性 第三 用圣经观念 处理罪的意念 圣经吩咐我 怎样 尊重神 我怎样 可以胜过罪 就祈祷 求神圣免 和弃我们力量 然后选择悔改 选择 憎恨罪 我要憎恨罪 离开罪 正宗神 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 我用些例子 例如 我们想发露 我们里面 想发露 我留意到自己 很大的露气 因为对方 说的话不好听 他对我 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的心里面 就有露气 然后我知道 继续有露气 发露 凡向弟兄 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所以我就知道 这有破坏性 然后圣经观念 教导我什么了 就是有 游和谦卑的心 有平静的心 不要因 恶人心怀不平 然后我们 怎样 圣哥追了 就是必定有 神的同在 也靠神选择 然后我们祈祷 求神 赛免我们 赐我们力量 让我们选择 悔改 离开罪 但怎样离开了 我们心里面 很大的露气 怎样 怎样选择 离开这个罪了 我们就说 这个罪 必有破坏性 我继续 发露 必有破坏性 所以我就选择说 他说的不好 他骂我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需要因为他而发露 他对我不好 我发露 反而对我有伤害 所以我就选择 我就说不要紧 我体贴他去 因为受很多人伤害 所以很容易伤害人 我就接受他的情况 我就说不要紧 这是他的问题 我求神给我平安的心 以善圣恶 帮助他处理罪 帮助他放下露气 他如果不改的话 我还是平安 平稳安静 我不被他影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不被他影响 这样的话 我就说我选择亲自神祷告 我就放下这个露气 或者是我们不能饶恕人 我们怎样处理了 我们就说我不饶恕人 天父也不饶恕我 这样的话 我审视更多 虽然他对我不好 但我发露的话 我的审视更多 所以我就说神帮助我 帮助我 了解他的情况 体贴他 他有没有被人伤害很多 所以他会伤害我 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我就说不要紧 不要紧 我不要被他影响 我就放下这个露气 我就选择去饶恕他 好了 有些情况人有疑恋 有误会的意念 怎么办呢 我们留意到这个疑念 误会的意念 我知道这有破坏性 圣经教导我们要圣洁 好像我们的父圣洁一样 然后我们就祷告求神 给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也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可以爱慕神 神啊我感谢赞美你 我赞美你 我爱你 你是最美善的 赞美耶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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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上告诉我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的心会平稳安静 我们就会放下这些疑恋 我就说我选择不要看 这个异性 令我有这个疑恋的 我就不看 不看这个图片 这些网上的色情的影片 我不去看 我就想着神 因为神必定看到我的罪的 我犯罪必带来破坏性 体贴肉体的出去死 所以我就选择顺服 我刚才用了几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有些很低沉 很不开心 常常埋怨 神啊 你怎么不帮助我啊 我很苦啊 神啊我很苦啊 我很辛苦啊 我里面就很不开心 我们留意到 我们里面不开心 有低沉的情况 我们深信就有破坏性 令我们失去喜乐 也没有力量 也其实低沉也是犯罪 圣经观念告诉我们 什么呢 就是 药上的灵洗骨枯干 喜乐的灵来是良药 所以我就说 神啊你教的我有喜乐 怎样有喜乐了 然后首先祷告 求神赦免我的低沉 也吃我力量 神要有喜乐的 首先去爱慕神 赞美神 也相信 当我赞美神的时候 神必定很喜悦 神必定很喜悦的 因为一个罪人悔 天上都要为他 唤醒 所以天上都为我唤醒 我们就求神 赞美我 赞美我 帮助我 我知道当我 赞美神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当我放下我的低沉 靠神 有平安 有喜乐 赞美神 神就喜悦 所以我就可以开心 神很开心了 神现在看着我就在 就在 笑了 我们就相信 就好像 这篇42篇所说的 神用笑脸 去对待我 当我 恐慕神的时候 祂对我有笑脸 所以我就说 神啊 祢很喜欢我 祢很开心 所以我就可以放心 有些时候我们的思想改变 我们的情绪还没有 继续改变 我们就 继续的赞美走 神啊 祢必定喜悦 我依靠祢的 我可以喜乐 我可以 放下药伤 我可以放下烦恼 我们就继续的赞美走 继续的说 我亲近神 神必定喜悦 我依靠神 神必定喜悦 我们就 越来越平安 喜乐 有些时候 可能要等到明天 我们才能够 重新有喜乐 但起码 我们不是继续 停留在 低沉的状况 状况 所以如果你有 低沉的习惯的话 你求神帮助你 放下这些 不开心的原因 就 亲近神 也说 我亲近神 神必定很喜悦 神在笑 所以我也在笑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 平安喜乐 这是神给我这个 得胜五不取 我们怎样 怎样去处理 我们的罪 无被罪影响 然后第二点 刚才我说六点 第一是 得救 重生得救的 必然的果子 第一是 悔改 离罪 第二是 继续信靠神 信靠耶稣 做救主 和主人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 说 凡接待他了 就是 信他名的人 他就 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就是说 我们接待耶稣 就是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 是什么呢 就是接待耶稣 就是做 让耶稣 进入我的心里面 就好像这个图画 耶稣进入我们的门 我们的心门 让耶稣 进入我们的心 心灵 做我们的救主 也做我们 生命的主人 这个 继续信靠耶稣 耶稣 是我的救主 耶稣 是我的神 我永远信靠神 我不信靠人 我不信靠钱财 我但是信靠神 这个是 第二个果子 然后第三个果子 是亲近神 就是读圣经 思想圣经 赞美主 祷告 也回应神的感动 神对我们感动 对我们有感动 我们也回应神 在约翰福音 十五章五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借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质子 掉在外面枯干 人洗起来 愿在火里烧了 耶稣是 这个葡萄树 我们是质子 这个是比喻 我们是连在 葡萄树上的质子 藏在耶稣里面的 就是常常信静神 常常活在耶稣里面 常常思想神 爱慕神 赞美神 尊重神的 这些人 常在耶稣里面的 耶稣也常在 祂的里面 这人就多借果子 因为 耶稣在那里 哪里就会借果子 哪里就有 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亲家神 神就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会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 有智慧 这个是神同在的祝福 祂也喜欢我们 也大大的祝福我们 所以亲家神 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 但没有亲家神 有什么后果呢 首先这里说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离开耶稣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我们就没有力量 我们人的智慧 很有像 像 人的很多问题 人如果不常在 耶稣里面 就像自己 掉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任在火里烧了 如果人 没有藏在耶稣里面 就好像树枝 掉在外面枯干 人就 任在 将他任在火里烧了 我曾经去一个教堂讲道 我问他们 有多少人在家中的时候 你会祷告了 当时举手的人 少于三分之一 我的心里面真的很担心 惯念他们 我就告诉他们 没有祷告 没有与神的关系 我们可以是与神隔绝的 我们也不能同神斗力 所以祷告不但是在教堂的 不但是来听到 而是真的在生命中 神是我的一切 所以我会赞美 我会赞美神 我会爱神 我会倚靠神 神你真美好 我们就更有力量 藏在耶稣里面的 就有力量 不藏在耶稣里面的 就没有力量 我们也需要明白 怎样祷告可以得利 因为有些人祷告 他们说 我总是祈求我神 求你依据我 求你给我健康 求你祝福我的儿女 求你祝福我的家庭 他们的祷告都去祈求 其实耶稣说 不要好像外邦人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谁听 不要以为话说了 多了 神就必定回应 其实圣经说什么呢 怎样祷告 神就喜悦 我们爱神 神为爱他人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所以我们就爱神 神就将更多的礼物 更多的恩典 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更多的爱神 献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 关心神的国度 献求神的国 就是说 我想带领更多人信要受 我帮助人信要受 也是让神做王 神做王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 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在哪里 就是人顺服神的地方 当神要我们不要发怒 我们有没有顺从神呢 当神要我们去爱人 我们有没有顺从神呢 当神要我们放下仪念 我们有没有放下仪念呢 当神帮助我们去饶恕人 我们有没有饶恕人呢 当我们福音神的话 神就喜悦 这个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国度 我们就去献求神的国 献求神的国 一方面是传福音 帮助人进入神的国度 也是顺从神 神就 我的心就是神的国度 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 所以不但是祈求 但很多人祷告 就是祈求 神啊 给我需要的一切 其实圣经说 当我们越爱神 神就越祝福我们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说 我越爱神 神就祝福我 我可以祈求 但不需要整天祈求 有限祷告 就是祈求 有限祷告 就是几分钟 几分钟啊 睡觉之前 就是神啊 求你帮助我的家庭 不要吵架 帮助我的儿女啊 他们听话 其实这些祷告 都是与罪没有关系 很重要是我们的祷告 是与罪有关系 求神赦免 向神认罪 求神赦免 然后神就赦免我们 很重要 不但去祈求 家庭啊 家人啊 这情况 不但去祈求这些 而是 而是悔改 信靠耶稣 也赞美神 爱神 神就祝福我们 所以这个 藏在耶稣里面 我们就有力量 神就居住在我的里面 那请大家留意 你的内心 有没有 刚才我说的果子 会不会圣灵在里面感动 叫我们去悔改 离开罪 这个是得救的果子 犯罪 觉得很不舒服 也继续的圣灵感动 我们抓住耶稣 信靠耶稣 呼求耶稣 爱慕耶稣 求神赦免我们 都是与神有关系 信靠神 第三是信靠神 常常整天都赞美主 我告诉你 我整天都在爱慕神 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一边做 一边想着神 我现在一边讲道 我也一边想着神 我想着神的时候 不需要有 有长的话语 我就去想到 神很美好 我喜欢神 这是一个意念 喜欢神 依靠神 我们会整天都在这个状态 我很多时候都会 依靠神 赞美神 神真美好啊 神真美好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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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美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 真的与神同行 我们就能够整天在神的同在 神就祝福我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第三个果子 然后第四个果子 就是爱神 这个是最大的诫命 马可福音12章30节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这个是最大的诫命 就是尽整个心灵 尽心是整个灵魂 整个灵魂 整个意念 整个力量去爱神 全信全意的 神啊 你是最美好的 我全信爱你 这个是神 最喜悦 也是最大的诫命 怎样爱神呢 四方面 倚靠神 神是我的倚靠 我相信神必定祝福 爱他的人了 我全然的 全然的倚靠神 仰望神 神必定祝福的 神是我的倚靠 上面我写了字 就是说 神负责我的生命 所以我不靠自己 我信靠神的赦罪 祂赦免我的罪 信靠祂的救恩 信靠祂照顾我 信靠祂帮助我 信靠祂有奇妙的计划 信靠祂祝福我 都是我相信 神必定祝福我的 我信靠神 真从神 神必定祝福我的生命的 所以 爱神 第一是倚靠神 第二是静静神 常常读圣经 祷告 渴慕神 感激神 然后 第三是喜悦神 就是感激神 以神为乐 神是我的喜悦 我所有的礼物都是神吃的 我们健康是神吃的 我的身体的奇妙是神吃的 这个大自然 美丽的花草树木 都是神吃的 食物是神所吃的 圣灵居住在我里面是神吃的 圣灵感动我是神吃的 神给我的一切需用的是神吃的 神赏赐我 我做什么 尊重神的地方 神都赏赐 这是恩典 天堂是神的恩典 而且有永远的赏赐是恩典 所以我们就喜悦神 我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 我的生命是从神来的 我所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就感激神 神啊 有神正好啊 有神正好 就喜悦神 当我们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神也叫我们成家在地的高处 神就喜悦我们 然后尊重神 这是讨神的喜悦 侍奉神 做神 吩咐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爱神是怎么样呢 依靠神 神是我的生命 亲近神 我常常祷告 常常诈美主 爱慕神 思想神的话语 喜悦神 我真的感激神所有作为 我喜悦祂所有的作为 我喜悦神的美善 神的慈爱恩典 我喜悦神创造的一切 神的作为 我尊重神 做神 喜悦的 这个就是 爱神 好了 圣经有警告啊 哥林多前书 十六章 十六章 二十二节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主 可奏 这个警告很严厉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主 可奏 所以说 不爱主的话 神可以救主这个人 什么人是不爱主的 这个图画你看到 抗拒耶稣 耶稣感动他 他抗拒耶稣 抗拒耶稣的感动 没有爱主 听到的时候就睡觉 对圣经没有兴趣 其实我们可以学习 看到圣经的美好 也应用在自己身上 也帮助人的灵命 我们就越来越看到 看到神的美善 看到神的大能 看到神的大能 我今天在我的教会里面 我今天有个别的帮助 两个 其他人都会受洗 但其中两个今天我跟他们沟通 因为我会跟他们不同的人沟通的 然后这个姐妹 她告诉我 她第二次来到我的教会的时候 第二次 她回家祷告 听见神 就进入异象里面 就开始看到异象 后来她就见到耶稣 她看到荣光 从上头来的荣光 我心里真的感谢神 神啊 你真美好 神啊 你真美好 让这个人来到我们的教堂 第二次 回家 就开始 看到异象 就看到神的荣光 后来听到 看到耶稣 有另外一个姐妹 我为她祷告 她就开始见到耶稣 然后她为不同的人祷告 这些人都看到耶稣 我就感谢神 神啊 你将这个礼物 寄给我们真好啊 我们就去尽心的爱神 我们的教会 就被神祝福 我们所做的 神就喜悦 祂就祝福 所以爱神是最美好的 对我们生命 都是最美好 我们也得力 他们祷告 都很喜悦 很开心 都是在喜乐的笑 很开心的笑 充满喜乐 然后当人不爱主 不会 不悔改 离开罪 没有离开罪的话 就会 不悔改 离开罪 就可以进入 进入审判 进入永远的审判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说 神啊 我需要你 耶稣 我需要你 你这么美好 我要爱你 我不要离开罪 当我们越爱神 我们越经历更多 我们就越有力量 我们就越看到神迹其事 越看到神的作为 神的平安喜乐力量 就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更有动力去爱神 我今天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 我就说 神啊 你真美好 我们亲近你 你必定做奇妙作为 所以我就感谢神 我就喜悦神 我就更爱主 我希望我们都是爱主 我们刚才说了四样 希望我们都放在记忆里 第一是悔改离罪 这个得救 重生得救必然的果子 第一是悔改离罪 第二是继续信靠神 第三 亲近神 第四 爱神 然后第五 第六 这是行为方面的 马太福音7章21节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循我天父主义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名传道 奉你名赶鬼 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 耶稣说 有些人说 主啊主啊 他们有祷告 这是说 他们有祷告 但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循我天父主义的人 才能进去 尊重神的人才能进天国 你想进天国吗 我希望你不会 不关心 希望你不会不关心 你进天堂还是地狱 因为这个分别很大 进入地狱很痛苦的 永远不能出来 那谁能进入天国了 这是真行天父主义的人 这是神吩咐我的正宗 神说爱神我就爱神 爱人我就爱人 神说传福音我就传福音 神说悔改离罪我就悔改离罪 关心人我就关心人 我就坐在人的身上 祝福人 我就传福音帮助人的灵命 为人祷告 这个就是 借助圣灵的果子 神就喜悦 神就大大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说 神说什么 我就尊重什么 这些人就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得救人必有行为 如果得救人回家 还去吵架 不读圣经 不祈祷 没有亲近神的话 他可以去不得救的 我们需要明白 有些他们说 没有兴趣读圣经 没有动力去赠从神 没有动力去爱人 他可以去不得救的 如果是你在这个情况 请你向神认罪 神来赦免我 我知道我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 我知道罪的恐怕性 我不敢犯罪 我不敢犯罪 求神赦免我 求神赦免我 求神帮助我 怎样去 你走啊 你走 有人画心 整个整个画心 好的 我继续 刚才我说的 因为有人在图画上画现 所以我现在 让我的太太去处理 很重要是我们明白 如果人是继续犯罪的话 没有赠从神的话 他可以去 去不得救的 他可以去地狱的 这个是非常的恐怖 另外有些人是他们 是曾经奉 耶稣的名 传道 敢鬼 行异能 还是不能 不能 进天国 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 虽然外面 虽然外面去 说信耶稣 但他们里面的生命 没有真中神 虽然他们传道 为什么这个情况呢 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就是说 我们的必定要留意什么呢 这是说 有些人 他们虽然传道 但他们自己 与神没有关系 他们是活在罪里面的 他们犯罪 不觉得有问题 曾经有人告诉我 有一个牧师 退休了 退休之后 他没有犯教堂 教堂的人就问他 你为什么没有犯教堂 他说 我已经犯了教堂几十年了 现在我退休了 我不再犯 回教堂了 这个人其实 他去教堂 就是一种工作 不是与神的关系 所以他觉得 他退休了 所以不再去教堂了 他只是一种工作 他与神其实是没有 可以是没有 个人的关系 我不认识这个人 所以我不知道 我是说可能 可能是 他是虽然奉神的名讲道 但其实他的 生命是有问题的 他不是与神有关系 他不是天真神 不是尊重神的 或者是他赶鬼 为什么 奉耶稣的名赶鬼 他没有 信靠耶稣 还是能够赶鬼的 因为奉耶稣的名 是有能力的 所以他可以赶鬼 也可以信许多异能 其实有些人 有神迹之处 但他们与神的关系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 这人有神迹 我们就相信 我们需要看他的生命 是不是更重神的 所以第六点 第五点 就是说 尊重神 我们信靠耶稣得救 看上面的字 信靠耶稣得救 真信主的必有好行为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信耶稣必有好行为 称呼主啊主啊 又参与侍奉 但没有真心的 信靠清静 和尊重神的话 它可以是 与神没有关系的 我们就需要 求神帮助我们 处理这些问题 求神祝福我们 真的尊重神 做神 吩咐我们做的 做神 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做的 我们就去做 我们也悔改 求神圣免 依靠神 我们就必定 神就会带领我们的 然后我们最后 讲到第六点 是关于 侍奉神 有些人说 我不去传单 怎么侍奉神呢 其实任何我们 为神做的 都是侍奉 这个马可福音 有这样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说 凡一你们去属基督 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说 因为 你们是属基督的 你们是基督徒 给你一杯水喝的 所以这个 一杯两水 不是说给任何人 而是说 给基督徒 因为他是基督徒 你给他水喝 你帮助他 你祝福他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们服事神 是极度美好的 神必定纪念 必定赏赐 所以这个是 对我们生命最好的 我们服事神 神必定喜悦 我们服事神 可以去帮助人 可以去传福音 可以去鼓励人 辅导人 为人祷告 建立人的灵命 都是服事神 然后圣经里面说到 这个 又忠心 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主人给他五千银子 他另外赚了五千 这个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二十一节 至二十一节 他又赚了五千 主人就说 好 你这有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你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这个就是说 耶稣说 你是有良善 又忠心 所以首先是 我们的生命 是良善的 是对人好的 是善良的 对人有怜悯 有慈爱的 这个生命 然后忠心 忠心 尊从神 服事神 一方面是有良善的 生命 也有忠心的行为 去侍奉神 然后 我有一句听到这个经文 其实当时我一定 听过很多次 读过很多次 但没有留意 经文说什么 你在不多的世上 有忠心 我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五千的 赚了五千 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是不多的 世上有忠心呢 神就给我这个意念 因为人很多时候 一天的时间 很多时间都不是想到神 都未必是荣耀神的 所以他们就是有些时候忠心 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说 神啊 我愿意更多时间 亲近神 因为当我整天都亲近神 整天都有平安喜乐 我就更有力量 更有动力去祝福人 所以我就尽量 整天都加美主 从神得利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啊 天父真美善 我是整天在这个状态 我就更有力量 我尽量找机会去祝福人 尽量找机会去服侍神 我希望神有一天对我说 你在比以前更多的世上有忠心 以前你不是这么多 但现在你多亲近我 你多服侍我 你就在更多的世上有忠心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我们整天都想念神 感激神 爱慕神 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喜乐 然后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就有动力去帮助人 祝福人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为人祷告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愿意整天都爱慕神 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 当我们爱神 尊重神 服侍神的时候 神就这样 我们需要的都赐给我们 并且神赐给我们 有健康 有力量 有供应 有美好的家庭 有美好的侍奉 能够有恩赐 有能力 有赏赐 能够祝福很多人 我希望我们都去在这个状况 我感谢神 神真的纪念我们所做的 其实 真的我以前 有很多软弱的地方的 但后来 当我经历圣灵充满 当有一个步调教 为我按手祷告 我经历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爱充满我 我就以后就说 神就奇妙 祂的爱这么强烈 临到我身上 我真的知道 原来与神的关系 可以这么亲密 我就更多亲近神 然后我为人祷告 很难就经历神的爱 神的依据神的安慰 神的更新 我也有很多人感谢灵 我就越来越有动力 比较我以前 更强的动力 也更有 更有 灵敏的心 有一次 有一个人 他常常都见到耶稣 常常上天堂的 他说 他在天堂见到我 我在天堂上 他说 见到我去 好像一个王子 非常的尊贵 我听到我 感谢神 神啊 我感谢你 是你的恩典 是你改变我 然后你感动我 我就回应你 你就喜悦 你就纪念我所做的 我希望我们都相信 我们信靠这位 爱我们的神 必定对我们是 大有益处的 必定带来整个生命的祝福的 我希望我们都去 在这个情况 常常说 我更爱神 我愿意服事神 神就喜悦 所以我们希望 我希望你们都是 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更多的世上忠心 更多亲近神 更多忠心 神就赐给你 聪明智慧 恩赐能力 然后这个 没有使用他的恩赐的 这个一天引起的 埋藏在地里面 这个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二十五节 还有三十节 这个人就 将他的一天引起 埋藏在地里面 然后 耶稣 主言就对他说 你这个 无人的仆人 掉在外面 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爱窟窃取 这个是地狱 这是说 基督徒完全没有 使用我们的恩赐 神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五千 二千 一千 代表什么 是代表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钱财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所有的能力 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 当我们 愿意 愿意去 使用的 神就喜悦 但如果我们 神给我们很恩赐 但我们没有使用的话 没有使用的话 我们的生命 就与神隔着 完全没有使用的话 我们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然后有一天 如果这个人 完全与神没有关系 他就会被赶到外面 黑暗里 哀哭窃取 所以不算是信耶稣就得救 信耶稣必定得救 但信耶稣必有果子 如果他完全没有果子 就是说他的信心去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去死的 就不能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而是真信耶稣 真信耶稣 耶稣在里面 与神有关系 神就在我们里面 就感动我们 就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尊重神 就会服侍神 就会荣耀神 做神要我们做的 这样神就喜悦 我们就是又良善 又重心的仆人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没有借助果子 没有去祝福人的话 这是无人的仆人 这是又恶又难的仆人 就掉在外面 K安里在那里 爱顾切取 这个必定是地狱 没有 有些人说是有天堂地狱 另外有一个爱顾切取的地方 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这个是行善的复活得胜 行恶的复活定罪 这个圣经没有说 第三个地方的 然后第三个比喻 这是这个绵羊 上人的比喻 这个绵羊就是坐在主的一个弟兄身上 但这个上人是什么 没有坐在主的一个弟兄身上 没有做什么好事 没有祝福他们 关心他们 为他们祷告 探访他们 帮助他们 他们有困难就帮助他们 建立人的灵命 没有这样做的话 马太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说 王又要向那坐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节 所预备的涌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喝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 我去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见你 你们不来看顾我 就是说 没有坐在一个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没有坐在主的身上 他们要去哪里呢 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节 所预备的涌火里面 所以信心完全没有行为 其实这个不是信耶稣 是怎么样呢 就好像可能我们会见到有些基督徒 他们说信耶稣 但他们听到就睡觉 他们容易发怒 容易骂人 家庭常常吵架 他们做不好的事情 他们有很多怒气 他们有很多仪念 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没有悔改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对神没有信 他可以就是这个 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节 所预备的涌火里面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信心必定有果子 信靠耶稣必有果子 完全没有果子的 就可以去不得救 就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节 所预备的涌火里面的 我们再看一看这六点 希望我们都放在记忆里 这句圣经说的 刚才我都是用圣经证明我所说的 首先我们什么果子呢 与救恩有关的 就是继续悔改 离开罪 因为在这些罪中人 不能承受神的果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身从情欲的就从情欲受败坏 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了 继续犯罪就去死 就去败坏 然后继续的信靠神 信靠神做救主 做主人 常常说 神啊你是我的倚靠 我信靠你 我倚靠你 我仰望你 你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一切 我有的都是从神来的 然后与神的关系 第二第三 就是继续听见神读圣经祷告 无因神的感动 听见神不但是我们对神祷告 而是无因神的感动 神可能感动我们去悔改 我们里面感受神要我们悔改 我们就悔改 神感动我们 要恕人 我们就要恕人 神感动我们传福音 我们就传福音 很多人很怕传福音 求神帮助我们 赐我们力量 圣灵感动我们 求神给我们去会 也给我们爱信去感动人 然后爱神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主可救 爱神包括我们信靠神 我们亲近神 我们喜悦神 我们赠从神 服侍神 然后行为方面 我们会赠从神 做神吩咐的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真行我天父旨意的 才能进去 然后侍奉神 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没有坐在主的身上 就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节 所预备的勇火里面 这些又恶又懒的仆人 要进入这个 这个 外面的黑暗 你在那里 I could catch you 所以圣经里面 很清楚地说了 没有使用恩赐 没有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五千 二千 一千 一千 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的 没有去建立人的灵命 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的话 这些人可以去不得救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看到 得救必定有这六样果子 我希望你们都放在记忆里 你可以将这个图片传给人 我将我会将这个图片 传给你们的领袖 然后 会传给其他人 你们就可以将这些 其中一些 幻灯片 这些 这些 幻灯片 传给其他人 帮助其他人的灵命 这些也是 侍奉神 也是神喜悦的 我希望你们都看到 而且 常常放在记忆里 你能不能够 背诵这六样的果子 就是继续悔改 离罪 信靠耶稣 亲近神 爱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很清楚 我们要明白 我们悔改 信靠耶稣的 救恩 救 得救 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正信心 必有果子 好了 我们先祷告 然后如果你们有提问的 可以再问 然后我们就开这个麦 你们就可以提问 我们先祷告 我们用一段时间去爱慕神 享受神 你可以站起来的 放松自己 站起来 闭上眼镜 你可以感受到 圣灵的感动 平安 轻松的 临到你身上 神是很真实的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 加密 你是充满怜悯 充满慈爱的 感谢天父 祝耶稣爱我 祝耶稣爱我 圣经神告诉我 主耶稣帮助我们放下 重担烦恼 全心全意地爱你 全心全意地依靠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抚抚在你面前 赞美和敬拜 主我 祝耶稣爱我 祝耶稣我爱你 抚抚在你面前 赞美 敬拜你 祝我 感谢天父 帮助我们 倚静你 亲近你 爱你 你就祝福我们 耶稣我们爱你 你就将平安赐给我们 你就除掉我们的重担烦恼 主神帮助我们 放下所有的重担烦恼 全心全意地信靠耶稣 全心全意地放下重担 主啊 帮助我们 倚靠你 放下烦恼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占你 让中担烦恼 使我能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你 让中担烦恼 使我能得释放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你 主啊 帮助我们 倚靠你 仰望你 放下重担烦恼 被神的爱激励 我们就有平安 帮助我们 放下重担烦恼 让你更新 我们的生命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神正美好 神正美好 我们倚靠你 仰望你 神正美好 我们爱你 主啊 帮助我们 借出果子 我们信靠耶稣 必定借出果子 这是我们会离开 悔改 离开罪 继续信靠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 和我们的主人 也常常 敬敬神 读圣经 祷告 回应神的感动 也爱神 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尊崇神 尊崇神 天父旨意的 才能进天国的 然后侍奉神 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我们去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坐在基督徒身上 建立他们的灵命 或者是坐在 非基督徒的生命 带领他们信主 我们也可以坐在 非基督徒身上 带领他们信主 求神帮助我们 借出果子 有平安喜乐 神的喜乐 充满我们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说起 非世界说得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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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赐给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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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的平安喜乐 充满我们的心灵 叫我们平安喜乐 常常有力量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主啊 我们顺从神 正从神 爱神 敬敬神 必定蒙福 我们离开罪 正从神 必定蒙福 求神帮助我们 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真的尊从神 做神 吩咐我们做的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归于你 荣耀归于天父 哈利路亚 神真美好 求神真平安 喜乐 赐给我们 感谢你 感谢你 赞美你 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力量 改变我们的生命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声明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了 我现在 允许你们 你可以 如果有问题 或者是分享 刚才打高手 有没有感受力量 平安喜乐 有的话 可以分享 就是说 亲自身必定 门福的 你就可以 按这个字 可以 你说话 分享 或者是 你有提问的 可以回应的 有没有人 有提问 或者是 有什么分享 叶布斯 感谢主 请说 听见我的声音吗 那这样 今天是主日从 听见我的声音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